台中台糖国产桌被验出了瘦肉精 南部机查通路药查来源 IMB等五大金融诈骗案的受害者联合陈奇 希望新科立委能够帮忙 外媒报导台湾工具流向俄罗斯企业 恐怕被用于制造武器违反出口管制 约旦预行美军的遗体运返美国拜登下令要反击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二月三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我是韩音 相隔十年台湾国产猪肉产品被验出 含有瘦肉精西部特罗 台湾市实案处上个月抽查肉品 发现一款台糖安心豚梅花猪肉片 被验出了零点零零二ppm的瘦肉精 抽烟报告二号出炉 台中市府立即就通知两百多个通路下架商品 卫生局也前往了卖场击查 实案处表示 今年原先规划要抽烟两千件的猪肉产品 现在将要提高到两千五百件 采集肉类的汁液 直接做瘦肉精快筛 台中市卫生局三号下午前往卖场击查 确保肉品安全 因为国防部福利失业管理处所属的台中福利站 贩卖的一款台糖安心豚梅花肉片 被台中市府抽检验出 含有瘦肉精西部特罗 为十年来首件国产猪肉产品被验出 消费者看法两极 对 当然会担心啊 那个对身体也不好啊 对不对 对台糖还是有信心的 可能也是有 可能有某些原因导致污染 台中市实案处上个月十五号 抽验国产台糖安心豚梅花肉片 发现还有0.002ppm瘦肉精西部特罗 该批肉品全联也有贩售 有效日期到今年六月十号 随即通知相关业者全面下架回收 并依违反删法开罚 同时通知厂商 十五天内主动提出赴验 如果还是验出瘦肉精 最高开罚两亿罚还 而台糖表示绝无使用瘦肉精 怀疑是肉品分切厂 与民间猪厂肉品有交叉污染情形 不过台中市卫生局强调 验出的瘦肉精是平均分散在肉类里面 并非只有分切面 现在才会反复的验 会验到 石耀署表示 平时都会与地方卫生局 针对肉品进行二十一项瘦肉精 检验 今年原本规划抽验 两千件猪肉产品 将提高到两千五百件 原本今年一百一十三年 中央与地方卫生局规划的后市场 抽验猪肉产品数量是两千件 目前已经先规划提高到两千五百件 也不排除会持续加强稽查 读物科专家表示 瘦肉精西布特罗为禁用药物 若摄取过量将提高心血管疾病风险 台糖则说会依实案法规定 向卫生单位提出复验申请 记者杨美丰 彭焕群综合报道 这次台中卫生局公布台糖的一款冷冻猪肉片 验出了瘦肉精 消息一出 南部各县市纷纷追查通路 要求下架同批产品 嘉义县更针对肉品来源的续职场 猪脂进行了抽鞋采样 由于台糖表示不排除是分切厂 另分切名牵的猪场肉品 才导致交叉污染的可能 被指涉的分切厂信公也发声明反驳 认为这个问题在于肉品的源头 高市卫生局人员走进全联卖场查看冷冻柜 发行跟台中验出瘦肉精的冷冻猪肉片 同批的产品共二十包 立刻监督业者下架 台中卫生局二号公布在台糖安心屯冷冻梅花肉片中 剪出瘦肉精 消息一出 南部县市洞起来击查通路 嘉义县市卖场目前查无同批产品 但由于产品肉源出自台糖在嘉义的续职场 嘉义县府同天也到现场对猪脂抽鞋采样送宴 送宴结果最快三号晚上出炉 台糖先出面喊冤没用瘦肉精 表示签约分切场有同时分切民间肉品 不排除交叉污染的可能 位于屏東被指涉的分切场赶紧发声明 认为问题出在源头 厂内还能看到安心屯字样的货车 屏東卫生局及食药署 二号一同到性供击查 卫生局三号续查确认 台糖肉猪屠宰顺序先于性供肉猪 并随机抽样性供自产猪肉 等待送宴结果 相关县市也持续追查瘦肉精来源 以确保食品安全 记者陈奎 陈显坤 林伟廷南部报导 台湾诈骗事件频传 今天下午IMB 五户龙海案等五大金融诈骗案的 受害者代表 前往了立法院全情 希望新科立委上任之后 除了防炸跟打炸 还要加重诈骗的刑则 并且协助民众追讨 被诈骗的款项 说到自己和亲友 被诈骗数百万到上千万元 忍不住流泪下跪 五户龙海案 全台违法贩售契约商品 吸金超过两百二十亿元 受害者高达两万人 但类似的金融诈骗案 不止这一遭 百负诈骗在台湾吸金 高达一百八十五亿以上 受害者超过四千人 甚至招揽业务时 出示过金管会 合备函 律师函的证明 而且定期在各大饭店 公开举办理财奖座 台湾近几年出现多次金融 投资诈骗案 非法吸金动辄超过上亿元 还有好几万名的受害者 除了五户龙海和百负案之外 还有IMB 奥峰基金 和展云案的受害者们 3号期望立法院陈晴 希望可以提供受害者协助 这边已经成为台湾高学历 跟通缉办的行业之一 要是通缉办能够积极逮捕 台湾就没有IMB案了 呼吁政府能够除了讨诈国家队 更要组成讨诈国家队 受害者们表示立法院新快期开始 希望未来政府三官单位 可以在防诈打诈之外 还能够搜法提高诈骗犯罪刑期 并成立追偿专责机构 帮助受害者们讨回公道 现在检调是侦办一起诈欺案 发现就有律师透过阅卷 疑似就把侦查机密洩漏给了诈骗集团 约谈了六名律师到案之后 复讯之后三人是深压警戒 被移送北检附讯的 是被称为在野法潮的律师 检调侦办诈欺案 发现有律师透过越界 疑似把侦查机密 洩漏给诈骗集团 甚至担任军师角色 经约谈六名律师到案 附讯后三人深压境界 引发法界讨论 全国律师联合会 十分关注全案发展 由于律师将侦查机密 泄漏给被告的情况 近年来不时发生 法界除了谴责这种违法行为外 也认为律师人数逐年增加 竞争激烈 为了接案生存 间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认为律师有提升自律的需要 资深法学者认为律师养成教育很重要 建议台湾能仿效美国 在律师职前训练时 将律师伦理 职业道德的课程 排进养成教育中 也有法界人士认为 过往运检对于律师泄密 心经放下的情况 已经有所改变 如果律师无法自律 那他律的情况将会不断发生 记者陈阿鑫 张志佳台报道 头晕市长张善正今天下午自己开车 返回新店老家 却在国道三号北上四十八点四K处 发生了车祸 他的妻子因为头晕胸痛送医 他是脚步有些微擦伤 索性是没有大碍 从国道的监视影像 就可以看到车祸发生之后 国道一度呈现塞车的状况 对于各界关心 张善正随后接受媒体访问 说谢谢大家关心 那么也对于发生追撞车祸 惊动各界 感到不太好意思 那么车祸的原因还有责任归属 由警方调查理清当中 之前新北国三学生遭到同校的学生 持到攻击身亡 民众自发组成的海想陪你长大团队 监视在新北市土城举办亲子活动 受害学生父亲他亲自出席 由前世代代为说出诉求 希望新国会修订这个少年事件处理法 让高风险的学生有中介点 金师长评估才能够回校 在白布条连数签名写下 希望大家都能平安长大等期许 还想陪你长大团队 周六在土城办理亲子活动 近五十位家长主动前来 当然会担心 因为小孩子在那么小 想说给他一点温暖 虽然说遇到这样不幸的事情 就是没有原因 就是但是希望也让他知道说 大家其实也很想帮弟弟的忙 受害学生的父亲 在前板桥世代十一佑陪同下来到现场 由于心情仍然低落 十一佑代说诉求 包括肯定市府规划在班级设置呼叫铃 希望新国会修订少年事件处理法 以及高风险学生的中介教育 杨爸爸全程不发异语在写下希望你可以当快乐的小天使情绪溃提暂时离开 而大人小孩们把追思把期望挟在纸飞机上射向天际希望无辜的孩子不再行差走偏 希望偏差的孩子不再伤害无辜 记者林小慧沈志明新北市报道 立法院新会期何时开议 酬业党团下周一将进行协商 来率目前是属于二十三号 不过民众党团总招黄国昌反对 认为要提早最晚十六号就应该要开议 国民党团表示都可以接受 民进党团是认为新科立委办公室还有助理需要时间准备 二十三号是比较适合可以协商沟通 立法院立委一号就任也选出了正副院长 新会期何时开议 五号周一将由朝野协商决定 蓝绿党团总招属于二十三号 不过民众党持反对意见 总招黄国昌喊出要提早 最好下周就开议 底线是二月十六号 大家早就开工了 那为什么台湾只有一个单位叫做立法院 坚持要到二月底才开工 老实讲我不是很了解 那在程序上面要求提早开议的动议 我们也会准备好 国民党团的所有委员都已经准备好 我们随时可以开议 所以无论是二月十六或是二月二十三 因为卡到农历过年 所以都是合适的开议日 国民党团表示十六号或二十三号都可以接受 重点是行政部门要准备好 因为近日收到的施政报告 仍未看到政府对新民意的具体回应 民进党立委则指出 依照经验二十三号是比较适合 因为区域立委过年行程多 新科立委也需要时间将办公室装修完成 他们的办公室的内装 助理的到位都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也要体恤新科立委 他们的实际需求 吴四瑶指出日骑士尊重朝野协商 没必要为了开议时间做意气之争 也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 另外蓝白都喊出吴尔林新总统赖清德上任之后 邀请赖清德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 并且进行寻达 民进党表示一群法规运作 而赖清德也愿意到国会进行国情报告 记者韩英谢其文林志坚综合报道 华盛顿邮报是报道 在西方出口管制之下 台湾可用于制造武器的精密工具机 去年是持续流向俄罗斯一家企业 而这家企业同期还销售对象 多是俄国的国防工业 可能是违反了西方对俄国的管制令 对此经济部表示今年初已经将涉案的俄罗斯厂商 列为台湾禁止出口的实体名单 也已经要求台厂出口到高运转风险的国家 必须要切捷不得转运到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 初次违规罚款也提高到了一百万元 俄乌战争持续 台湾跟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寄出管制措施 不过华盛顿邮报报道 台湾可用于制造武器的精密工具机 去年持续流向俄罗斯的iMachine科技公司 资料显示iMachine去年已经进口 超过两千万美元的台湾制造精密设备 CNC工具机 部分是透过第三国转运方式进口 由于这家企业同期销售对象 多是俄国国防工业 可能违反管制禁令 点开iMachine科技公司的介绍就显示 从台湾进口器材 根据俄国商业记录 台湾的集盛公司游信负责人 二零一年被列为iMachine创办人 拥有三分之一持股 游信负责人脸书都可以看到iMachine的照片 华友指出游信负责人承认去年有出货 但都是不受出口管制限制的零件 经由第三地转口也不行 那高风险转运的国家 我们一样要求工具机业者要切解 对最终使用人必须申报 如果违法的话 那么起跳是要罚一百万 经济部表示今年初已经将涉案的 二商iMachine列为台湾实体名单 禁止工具机业者将货品转卖给裂案厂商 也已经要求高运转风险 国家的厂商要切解 确认货品最终不得输往俄罗斯 但是如何防止他们确实遵守 业界坦言很困难 机械工会理事长魏灿文就指出 俄罗斯是台湾第四大工具机买主 俄乌战争之后配合政府管制 但是市场已经被中国抢走不少 现在台湾有多家工具机产品都销往土耳其 如果接下来还要再进行管制 整体的产业将会受到影响 记者韩英谢奇文综合报道 1月28号约旦的美军基地 遭到无人机攻击 造成三人死亡 四十多人受伤 就在罹难美军遗体 在二号送回美国的同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要对 伊拉克跟叙利亚境内 由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据点 发动报复性的空袭 超过85处目标遭到攻击 美国总统拜登二号在德拉瓦州 多佛空军基地 轻盈在约旦遭到无人机攻击 而丧命的三名美军遗体 护救士兵将覆盖国旗的棺木 台下飞机 拜登和陪同的第一夫人 和国防部长尽力致哀 1月28号约旦的美军基地 第二十二号塔 遭到了无人机攻击 造成三名美军罹难 四十多人受伤 而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 近四个月以来 美军首度遭到致命的袭击 白宫指出 幕后黑手是伊朗民兵组织 组成了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的武装团体 拜登政府在二号下令 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报复性的空袭 攻击和伊朗革命卫队 以及该组织支持的武装团体 有关的目标 美国国防部声明指出 二号的军事行动使用超过一百二十五枚弹药 袭击超过八十五出目标 美国透过空袭向国际宣示立场 而拜登在社群表示 对那些伤害美国的人 我们会有回应 而美军也避开任何 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 避免以哈冲突节外生枝 消息指出 美军不排除会有更多的攻击行动 而伊朗过去曾高调的表示 对于任何损及国家利益的攻击 都会施加暴富 而外界担忧 会引爆更大范围的区域冲突 公事新闻张署分编译 声音现象导致全球降雨减少 引发的严重干旱 跟极端高温效应持续的发酵 巴西越来的登革热病患人数 是比去年增加两倍 政府紧仅核准了登革热疫苗 计划二月开始全民施打 干旱也引爆了致力的野火灾情 已经有十名的消防队员 是不幸殉职 当地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治理中部的天空一片火红 浓烟笼罩在住宅区上空 路面不断窜出浓烟 连热的热浪造成极端干旱的天候 加上时速五十公里的风速 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火蛇蔓延的面积广达四百八十公顷 野火警戒区的居民纷纷驾车疏散 救火过程当中传出至少十名消防员 不幸罹难 2023年声音现象引发严重的干旱 和极端高温效应至今还在发酵 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瓦哈卡的水坝 水位减少将近一半 霸抵十六世纪教堂的遗迹再度陷宗 尽管这是每逢干旱季节的现象 但是在气候变迁和声音现象的加持下 降雨一年比一年少 渔民和农民都较苦连天 巴西东南部美景市的卫生人员 全副武装 爱家爱户将登革热并没闻 可能滋生的角落 通通都喷洒上药剂 受到极端高温的影响 巴西登革热病患人数急速增加 一月前两周就通报了五万六千例 是去年的两倍 为了避免疫情大爆发 巴西启动了疫苗接种计划 紧急核准武田药厂的登革热疫苗 成为全球第一个透过公卫体系 提供注射的国家 七十五万剂疫苗在三号送抵而近期内就会开放施打 和巴西南部交界的巴拉圭 过去三周的登革热病例也有激增的趋势 通报人数超过三千三百人 其中病例集中的行政区 也展开扑杀病霉文以及环境清理的计划 公事新闻张署分编译 高雄卫生局公布了今年首起的汉塔病毒个案 初步判断男子可能是在冷冻场捕鼠的时候 没有戴手套还有口罩就徒手抓老鼠 导致感染 经过治疗已经康复出院 这名男子是住在前证区 在冷冻场工作 一月中出现发烧腹泻 还有食欲不振的症状 二度就疫之后裁剪 确认是感染了汉塔病毒 治疗后已经康复出院 医师提醒和他病毒多数症状跟感冒差不多 初期比较难判定 民众若发现病程持续时间比较久 要有所警觉 台湘市是有一个登山队 昨天攀登了和平区雪东县 其中一名山友高山症发作 无法行走请求支援 幸好有镇友消防员在高山雪地训练 就近跟警方还有血管处组成了搜救队 顺利把人救下山 不过因为他们没有出级的 紧急救护能力与症状 消防局要开罚 并且要求支付搜救费用 七人登山队二号 攀登台中市和平区雪东县 其中一人因为高山症反应 出现四肢无力 头晕呕吐的状况 紧急前往三六九山庄临时营地 使用加插舱缓解症状 但因为无法行走 请求协助 我怕有回应了 你现在状况怎样 幸好台中市消防局有队员正在进行高山雪地训练 随即与保七远警 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寻山员 共同前往救援 晚间十点左右接触到伤患 由消防员轮流背负患者下撤 在三号凌晨返抵登山口送医救治 离山分队或报后通知正在七卡山庄 实施雪地训练支队员等三人前往救援 并同步指导现场人员协助患者使用高压枪 减缓症状 前往登山 因携带足够的装备及预寒衣物 登山前应该衡量私生的健康及体能状况 勉强登山将造成自己的生命危害 上个月二十三号才有两名山友 在寒流期间攀登品田山 救难人员是陆空同步救援 这次七人虽然有申请入山许可 但没有出击紧急救护能力与证照 也没有投保 以违反台中市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 将处于一万至五万元罚还 并要求支付搜救费用 记者杨明峰彭焕群台中报道 要变天了 西洋署表示明天四号晚间到五号 会有封面通过 降雨的情况会更广泛 并且因为东北季风越靠近除夕 天气会越来越湿冷 明天接近的这道封面比较不稳定 再加上水气又多 北台湾温度会降到二十度以下 紧接着下周三又一波大陆冷气团报道 会一路湿冷到除夕前 好消息是十号十一号之后 天气就会转为干冷形态 大约到年初五收假 温度会有明显回升 整体来看从春节前到春节假期 整体会是先湿冷再干冷的天气形态 台电推出了租屋电费查询专 需诉求线上就可以查到电费 不过公民团体就发现 线上版只能够查到简易的电费资料 而且只要房东提出异议就不能够查询 批评是做半套 对此台电回应强调台电是跟房东有契约关系 而且查询涉及个资 一切都得一约进行 房价高 不少民众选择租屋 却不时有房东超收电费的情况 为了让租屋市场用电资讯透明 台电推出住宅租屋电费查询专区 诉求线上就可以查到 当期每度平均电费的检易电费资料 不过如果要查询账单总金额等的详细资料 仍旧需要零贵申请 公民团体批评 台电的利益虽好 可是只要房东提出异议就不能查询 批评是做半套 对此台电也有话说 强调台电和房东立有契约关系 而非是和房客 因为查询涉及各资 如果房东有异议 台电只能依双方的契约进行 并非避重就轻 跟我们用电的有约定的 其实就是房东 如果你要去规范他说 你必须要让你的房客知道的权利 不是台电让房客知道 因为我跟他没有契约关系 能够解的点就是 当时我在约定你们 签契约的时候 我就要求说 你要摆明这个事项 台电强调 邮宇涅政部也在调整租赁定型化契约 是否有可能规范 房东必须对房客揭露用电资讯 毕竟基于法令 台电只能一约进行 记得陈嘉欣赞加台报道 台维斯杯世界组总决赛的资格战 由台湾对上法国 虽然说今天两场单打 徐玉修跟吴东霖 分别败给了世界排名第六十八的 范阿斯切 跟世界排名第十七的马纳利诺 但是有满场的球迷 还有台式应援 台湾选手说 真的有被加油鼓舞到 黄丛豪 曾俊欣 庄极生 吴东霖和许玉修一入场 近三千名观众抱以最热烈掌声 因为这是台湾首次在台维斯杯打进世界组总决赛资格赛 而且还在主场 情侦院长陈建仁担任执币嘉宾 也为第一点单打的台湾一哥徐玉修加油 这时观众席传来台式鼓声的应援声 徐玉修对上的范阿斯切才十九岁 但目前世界排名第六十八 习惯多拍来回底线稳定 关键分的处理相对稳定 而徐玉修非受迫性失误较多 最终以两个四比六败阵 徐玉修坦言努力到最后一刻 算接近自己的目标 只可惜发挥没那么好 而特别的台式应援 真的有被鼓舞振奋 因为网球比赛可能球与球之间比较近一点 所以没办法每分都可以就是这样持续的打鼓 然后就是为你鼓励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在他们打鼓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是有被加油到的 第二点单打世界排名 第两百三十八的吴东霖以三比六 五比七输给世界排名 第十七的玛娜里诺 连输两点单打 周日第三点的双打 由徐玉修搭档装急身 徐玉修说身体状况不错 会好好休息力求第三点胜利 记者林小卉省志明台北报导 接下来提供给您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 北部地区最低温十八度 最高温是来到二十七度 中部地区最低温十七度 最高温会来到二十八度 南部地区最低温十八度 最高温来到三十一度 东部地区最低温十九度 最高温二十五度 外岛地区最低温十一度 最高温二十二度 再关心明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北部竹苗中部云家高屏 都是普通等级 一南花东马祖金门澎湖 则是两号等级 以上是今天的公式晚间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